观看凤凰财经日报 A股虎年首个交易日迎来开门红 大基建板块再度爆发 其中建筑装饰板块先起涨停潮 金融油气股也走强 带动互指上涨2% 收复3400点整数关口 至于创业板指数高开低走 无后一度翻率 截至收盘则倒升0.3% 但是互生两市的成交只有8000多亿元 较休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 则是略增0.5% 仍处于较低的水平 那么A股今天的走势 对于截后的行情有什么样的启示 相当的话题稍后面 请我们今晚邀请到的嘉宾 A股分析师徐磊先 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 至于香港股市 继上周两个交易日累计上涨 1023点后 今天面临了回土压力 全天围绕100天线 反复增持 中场小涨6点录得三连升 而受到北水恢复交易的带动 成交则增加到1223亿港元 先带您看报道 A股在虎年首个交易日迎来开门红 三大股指权限高开 早段更集体冲高 涨幅都超过2% 不过全天只有股指 维持在高位强势震荡 重回3400点 油气股和金融股集体走高 带动股指绅士领先 国际油价升至7年新高 中市油大涨超过9% 招商银行和中国平安 双双上涨超过4% 深圳市场则是冲高回落 创业板指在权重股 宁德时代大幅走低的拖累下 尾段一度倒跌 收市小幅翻红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早前表示 将会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 刺激水泥 钢铁 建筑装饰等 大基建板块强势上涨 午后更出现涨停潮 股指收报3429点 收升超过2% 深城指收报13456点 升附近1% 创业板指数和客创50指数 双双收升超过0.3% 两市成交额8000多亿元人民币 北乡资金近买入55亿元 香港股市经过上周五的 大幅上扬之后表现偏软 恒生指数小幅高开36点之后 很快掉头回落 最多下挫207点 午后跌幅收窄 中场回到平盘上方 收盘爆24579点 上升6点 涨幅0.03% 主板成交1223亿港元 大型科王股普遍走低 阿里巴巴计划额外注册11份ADS 股价下挫约4.5% 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 小米也跌超过1% 但京东和哔哩哔哩靠稳 金融和石油股支撑大盘 澳门博才股也上扬 亚太区其他股市个别发展 台湾股市虎年红盘高收 上升超过1.2% 日本和韩国股市分别收跌 0.7%和近0.2% 丰宏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发改委 预计今年内地的整体通胀 将会温和上升 另外有统计显示 内地春节期间的国内旅游收入 还有电影票房都有所下跌 但是前五天 跨机构网络支付 则按年上升超过一场 中国国家发改委 周日在官方微信发文 指今年物价保持平稳运行 具有监视基础 依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会延续温和上涨态势 文章指出 今年新冠疫情冲击 可能逐步减弱 价格运行有望更多取决于 经济内生因素 由于粮油肉淡奶果蔬等 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 煤炭油气等基础能源保障有力 预料可以有效应对 市场价格异常波动 至于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指数PPI 涨幅则预期会有所回落 主要是受到主要经济体 货币政策转向 商品价格未必再度大声所致 当局更预期 上下游价格走势会更去协调 发改委相关负责人 日前接受新华社访问时重申 内地经济面对需求收缩 供应冲击和预期转弱 三重压力 由于不明朗因素较多 政策要适当提前发力 适度超前开始基建投资 另外 内地的农历新年假期结束 网联平台统计显示 假期首五天的 跨机构网络支付额 达到4万2千亿元人民币 按年上升超一成一 而文化和旅游部测算 内地七天农历新年假期的 国内旅游出游人次 超过两亿五千万 按年减少2% 实现旅游收入 接近2892亿元人民币 按年减少309% 并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 56.3% 另外 影视数据平台灯塔统计 截至周日晚上七点 农历新年期间的电影票房 超过59亿元 按年下跌超过两成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接下来一股走强 但是属于地量成交 那么明天这个反弹 能不能够持续相关的话题 我们立刻请教我们上海嘉宾 徐磊先生 徐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 其实我们看到春夜期间 美股跟港股都表演不错 所以也带调动了一些 投资者做多的情绪 所以我们看到 A股在虎年首个交易日 上延了补涨的行情 但是成交并没有明显的放量 仍然是处于8000多亿的 这种地量水平 但是我们看到 今天双创指数是双双 高开然后低走不排除 还有持续探底的可能性 所以今天的大盘走势 对于未来行情 你认为有什么样的启示 首先我觉得这个成交量 所对应的今天的 这些热门板块 很难维持住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今天看到 实际上今天包括大金融 包括那些权重类的钢铁 包括石化等 那么这些板块 尤其是两桶油的 这种5%到9之内之间的 这种大幅上涨 对于整个市场的资金面 实际上是非常损耗的 那么它导致什么呢 就是整个市场 如果要维持这一些 大十字个股的 进一步的推升 这一些的成交量 是完全不够的 那么所以我们认为 如果说在近期 这种成交量 无法进一步放大 至万亿以上亿 那么从技术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这种 由大十字个股带动的 这种普遍的指数上涨 很难维持 那么其次我们看到 就这一次的 我们所说的 这个今天的这个 结后的上涨 它的内在的上涨的逻辑 我觉得很难 形成一个市场的共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看到 市场把未来的 所谓的大基建的 我们所说的这个实施 更加等同于 以往的所谓的 4万亿的放水 以往的这个 梅飞色舞的一种 政府的大规模的 这个基础设施的投入 我觉得这个可能在 理解政策上 市场形成了一定的 一个分歧 为什么这样说呢 如果说我们还是按照 原有的 刺激经济的 原有的这种路径 去理解 未来的政策导向的话呢 这些我们所说的 钢铁水泥煤炭 包括石油炼化等等 这些我们所说的 这种今天上涨的个股呢 很难再寻找到 市场的一个 长期支持这些行业 景气上涨的 一个内在的逻辑 那么所以呢 在市场中我们看到 这个分歧还是非常大 在这些个股的 上涨过程中呢 我们看到前期的赛道股啊 就明显出现了 一个分化的走势 那么这显示出啊 在截后这个行情中啊 市场对于 未来的主线的这种分歧啊 也给市场带来了 一定的这个反复 所以我的判断呢 带动这种指数上涨的 这种我们所说的 大市值个股的行情呢 可能在截后的 某一个时间里面呢 很难进一步维持 是 那今天我们看到 跟一些稳增长相关 偏周期类的板块 包括了像资源 钢铁建筑 还有建材工程 机械等各股都大幅拉升 另外我们看到像油漆 还有大金融板块 也都受到资金的追捧 那您刚刚已经分析过了 有关于基建 那么您预计这些强势股当中 到底哪一些才更具有这个涨势 具备持续性的可能 首先我们刚刚说过 就是稳增长的内在的动力 要依赖于哪里 如果原有的路径去做呢 可能市场的分歧已经非常大了 那么但是呢 我们看到 实际上我们提到的 这个新基建的概念里面呢 更多的是强调了一种 我们所说的双碳 碳中和 数字经济 5G的网络的进一步的扩充 包括电网改造 实际上这都是新基建里面的 一个重要的新的内容 它给市场带来的是一种新的 具备了未来五到十年 发展的一个预期里面 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呢 市场呢 可能因为这些个股啊 去年以来的这个炒作啊 可能普遍出现了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 我们所说的升幅之后呢 市场呢 往往就认为 它是一个赛道股 面临市场的一个调整的压力 所以我认为呢 在这些板块 符合新基建概念的 这些个股中啊 只要这一次的调整 如果进入到一个 尾声阶段的话呢 它肯定会成为 今年上半年 乃至今年全年的 一个重要的市场的 炒作主线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投资者呢 在今年的这个 虎年的第一个交易日里面呢 不要受到 传统基建个股上涨的影响 要在这些基建的 新的政策的背景下 去找这些新基建概念的 主线和板块 是 那尽管A股在经过 上个月的这个 深度调整之后 现在估计已经大幅度的下降 具有明显的投资机会 当然市场现在还是比较关注 像美联储 三月份的加息行动 还有这个中国一季度的 稳增长的势头 还是比较严峻 当然加上包括了疫情在内 那也许不排除 A股还有这个 还没有见到底部的 这种可能性 那么对于一季度的 这个 这个投资机会来说 您建议投资者 应该怎么样来布局 首先我们觉得 就是这个行情 首先看到的 未来的这个政策导向 尤其是在经济处于一个 明显的一个 衰退下滑的背景下 政策导向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今年看到 如果说凡是和政策导向 相关的那些行业 都是值得关注的 那么另一方面 我们也知道 就是实际上 我们看到的许多行业 它的拐点周期 调整的这个态势 非常明显 比如说中高端消费 尤其是白酒 我们认为 可能今年面临的 这个消费衰退的压力 会非常明显 那么其次 我们也看到 就是实际上 现在这个市场 我们看到的就是 以跌幅较大形成的 这种以空间换空间的 这种熊市的操作方式 已经慢慢地体现出来 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非常明确的 一个警示信号 就是说今年的市场 尤其是上半年 可能是一个 相对弱势的市场 在相对弱势的市场时候 我们的操作策略 我们的个股选择 包括主线的把握 更多地去选择 超跌类的 政策导向 比较明确的那些行业 也就是说 我们的策略 要符合一个 弱势行情的策略 就是不到超跌的板块 不轻易去参与 一旦出现超跌 有机会的话 我们就进行一个 波段的参与 所以我们今年 提出上半年的观点 就是以空间换空间的 这个投资思路 往往会产生 比较好的波段的收益 提供给观众朋友 做个参考 也非常谢谢徐先生 就我们今天的 A股座的分析 非常谢谢你 我们看到今年以来 内地有多个省市 纷纷加大了 政府的投资力度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那么根据内地媒体的 不完全统计 已经有八个省市 发布了将近 6501个重大投资项目 内地证券日报书里显示 截至2月6日 包括山东 北京 河北 江苏 上海 广东 浙江 四川 等八个省市 共发布总计 6501个投资项目 总投资额合计至少超 15.6万亿元人民币 从投资重点领域看 多地布局 数字经济相关领域的 基础设施 当中河北省共安排数字基础设施 及应用项目32项 总投资超过510亿元 主要包括大数据中心 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赋能等领域项目 分析指出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是未来投资的重点 是城市功能网络化 智能化 变类化 提升的关键 既有新领域的投资增量 带动效应 又有传统基础建设的 改造赋能效应 包括5G 数字处理等领域的新基建 能同时刺激短期需求 和长期供给 是中国经济迈向创新 和高质量发展的 重量抓手之一 而通过政府超前投资 带动社会投资 企业投资 可实现超前投资 与政府财政承受能力 债务风险间的多重平衡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内地服务业连续5个月 录得扩张 但是表现却是5个月以来最差 由财新跟马基特公司 联合发布的 1月份中国财新服务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报告是1.4 较去年12月份的53.1 回落了1.7个百分点 表现是去年8月以来的 最低水平 内地的疫情散发 导致防控加码 这也抑制了服务业的增长 新业务指数再度跌到 48.2的萎缩期间 而海外疫情激增 也导致新出口业务指数 大幅降到15个月来的 最低水平 企业对疫情前景 仍然没有感到明朗 对未来12个月 经济活动的预期指数 也降到16个月来最低 而受到制造业跟服务业 双双放缓的影响 财新1月份的中和 PMI指数也跌到50.1 是5个月来的新低 下一节回来 带您关注的是 人民币的会价 在虎年首个交易日 也走出了补涨的行情 我们待会儿见 主盘普遍是微生 主要是受到矿业股上扬 以及部分企业的财报向好支撑 至于在美股方面 上周的美股整体向好 三大指数都是连续 第二个星期录得上升 展望本周市场会聚焦 1月份的通胀数据 还有企业的季度财报 美国股市上周震荡向好 但社交平台脸书 母公司Meta的业绩不如市场预期 在上周四大跌并拖累大盘 一度走弱 但三大指数整体依然走强 总结整个星期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了1.04% 标普500指数也上升了1.54% 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 更上升2.37% 三大指数都是连续第二个星期上升 当中标指表现更是今年以来最好 本周公布的主要经济数据不多 市场比较关注的是 周四公布的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以及周五出炉的2月密歇根大学 消费者信心指出出职 彭博社综合分析室的预测 1月份的通胀按年升幅 可能达到7.3% 创下1982年以来的最大涨幅 相关数据并很可能影响美联储的决策 另外 本周会有多家蓝筹企业发布业绩 比较瞩目的包括 泰森食品 辉瑞 迪士尼 可口可乐 百事 推特和英美烟草等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众议院日前通过了 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 中国外交部今天回应称 该法案涉华内容 充斥着冷战的思维和联合的理念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该法案涉华内容充斥着冷战思维和零和理念 诋毁中国发展 诋毁中国发展道路和内外政策 鼓吹开展对华战略竞争 就涉台 涉江 涉港 涉藏等问题 指手画讲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美方应摒弃 冷战思维和零和理念 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 删除法案中涉华消极内容 停止审议推进该法案 停止损害中美关系 和双方在重要领域的合作 春节假期后 中国的金融市场重开 人民币对美元的会降 也走出了补涨的行情 而中国赛权市场 也跟随外汇市场走肉 中国外汇市场春节后第一个交易日 人民币上演补涨行情 中间价较假期前上升166个基点 到6.358 但远对于市场预测的6.3235 及期会价的涨势受到影响 在小幅高开后反复波动 全天的波幅不足80个基点 收盘报6.3578 小涨58个基点 离岸会价也缺乏动力 在窄幅间反复争持 与在案价维持小幅度的价差 债券市场方面 欧美主要央行立场转英 债券收益率普遍抽升 虽然美债收益率周一小幅回调 但欧洲的收益率进一步上扬 德国五年期国债收益率已加入正利率行列 两年期收益率刷新2015年9月以来的新高 意大利十年期收益率也大涨至接近两年新高 压抑中国债券市场的表现 国债收益率普遍上行约两个基点 期货价格微跌 中国人民银行的逆回购操作 恢复回笼资金 回笼规模1300亿元人民币 但银行间市场资金面 在春节过后恢复仅平衡 各主要回购利率涨跌互践 但幅度有限 隔夜与7000基利率呈现倒挂 但反映市场预期依然平稳 央行上月除了7000亿元 中期借贷便利MRF操作之外 常备借贷便利SLF操作规模 按月大幅减少超过八成 只有23.5亿元 三大政策小银行也连续第12个月 净归还抵押补充贷款PSL 但金额进一步下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上个月的外汇储备减少到 大约3.22万亿美元 结束连续三个月的升市 而国家外汇管理局指出 中国经济基本面没有改变 将会继续为外汇储备规模总体稳定 提供有力的支撑 中国人民银行周一公布 上个月末 中国的外汇储备有32,216亿美元 按月减少285亿美元 低过预期的小幅上升 并且结束此前连续三个月的升市 至于黄金储备以盎司计算 则连续第29个月 维持在6264万盎司不变 以美元计算则微跌至1124亿美元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 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表示 上个月美元指数上涨 全球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下跌 外汇储备以美元为计算货币 非美元货币折算成美元后金额减少 与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 影响上个月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下降 路透社测算 上个月汇率波动和债券收益率变化 总体可能导致 约100亿美元的负向估值效应 令资本暂时外流导致的外汇储备 减少规模约为185亿美元 分析师预计 在美联储加息 令中国今年可能出现小幅资本外流 人民币汇率呈现一定的贬值压力 中国的外汇储备有可能小幅下降 不过王春英表示 当前全球疫情持续 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 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加大 但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将为外汇储备规模总体稳定 提供有力支撑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澳门旅游局公布 春节黄金周期间旅游业回暖 访澳的旅客人数 按年增长超过25% 受到新冠疫情稳定的带动 截至2月6号为止的7天 春节假期期间 入境澳门的旅客人数 累计大约11.37万人次 按年上涨25.4% 日均旅客人数为16,242人次 当中来自于内地的访澳旅客 7天累计人数是10.6万人次 按年上升29% 而日均为15,154人次 法国财长勒梅尔表示 将会在周二正式启动 一个新的欧洲科技基金 规模大约是10亿欧元 让欧洲的科技业 能够跟美国以及亚洲的 对手竞争 再来看一组财经简讯 中国工信部等三个部委 联合发布指导意见 再度强调严禁新增钢铁产能 意见提出要坚决遏制 钢铁冶炼项目盲目建设 要求严格落实产能置换 还平等法律法规 不得以机械加工 铸造等名义新增钢铁产能 同时鼓励行业龙头企业 实施兼并重组 在不锈钢 特殊钢等领域 分别培育一到两家 专业化领航企业 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于伟文 透过视频方式出席 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的 会议时指出 新冠变种病毒 奥密克戎对香港 以及环球经济的影响 可能在今年上半年浮现 他预计这个季度 香港营商气氛 可能会有较大的压力 失业率会再度上升 楼市焦头将会减少 于伟文还提到 美国通胀高企 如果联储局启动加息 要关注资金流向的影响 包括资金会否离开新兴市场 但他相信香港金融体系 有足够的抗战能力来应对 台湾行政院周日召开 物价金融稳定会议 决定从周一起到4月30号 免蒸进口玉米和黄豆的营业税 以减轻续产业业者的饲料成本 缓和肉类等食物的价格压力 此外当局还免蒸进口小麦的营业水 奶油和烘焙用奶粉的进口关税减半 另外因英国际油价 突破每桶90美元 当局将会下调弃柴油货物水 数据显示台湾的消费物价指数 已经连续5个月高于2%的警戒线 在2021年的涨幅达到1.96% 创13年新高 风宏卫视综合报道 德国大动汽车预料 芯片供应短缺的问题 在今年难以解决 大众汽车表示 全球芯片短缺的情况 是结构性的问题 主要是因为消费电子业 对芯片的强劲需求牵动 预料上半年生产会继续受到影响 而下半年则有可能稍微改善 大众汽车指出 已经跟供应商紧密的合作 希望在产能扩张之后 让明年芯片供应变得更为稳定 大众旗下的保时捷车厂则预计 虽然芯片供应短缺 但受惠于需求保持强劲 预料今年的销量 还可以再创新高 谢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杰木江 祝你晚安 再会 使你起这一只 中文 来 散資